喂喂喂,大家晚上好,听着我讲话吗? 喂喂喂,大家晚上好,听着我讲话吗? 呃,声音还可以吧,然后那个能清晰的看到画板没有 画板能看到吗? 好的 好,呃,我们开始这个,今天晚上的那个六摇事业讲课啊 呃,过了一个大假期,那么可能大家的心都散了 啊,那么我也要调整一段时间啊 好,那么我们进入第一卦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一卦呢,为什么是今天晚上来出来讲呢? 呃,其实这一卦要挂的时候是上一个月,上一个月的9月5号 啊,那么他问的是,这个心仪的,这个,啊,某一个,啊,这个,啊,拍房,啊,这个,啊,拍房 啊,就像那个京东啊,阿里巴巴啊,那个,啊,拍房 啊,那么现在很多了啊,呃,各个城市都有,然后的话呢,他是投资客来的,啊,他打算拍了这个房子来赚钱的,啊,那么他拍的这个房子,他就问这个能拍下来吗?啊,其实呢,就是问有没有钱赚,啊,但呢,如果你拍下来,这个价值太高了,没钱赚,那也是,啊,百搭的是吧,所以一般呢,他就问这个,呃,拍下来有钱赚吗?啊,是吧? 啊,你要看卦象,卦象呢,是深月的辛亥日,卦象是火水未济,变出一个山水谋,啊,然后呢,整个卦象里面呢,呃,一个明洞的谣,啊,就是第四谣位的七台油金,变出一个子孙戌土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主卦的火水未济呢?啊,呃,我们知道主卦是代表现状的,啊,那可能说明了,就是说了,其实呢,他到处找,呃,能下手的房子,对吧?啊,一直没找到,啊,或是没如愿,所以呢,出现一个火水未济的一个主卦,而变卦是山水谋,啊,就说明了,他投资这个房子的拍卖,呃, 这个趋势怎么样,其实是大家都不知道的,啊,那么,我们看,挂里面的动罩啊,其实卦象呢,他是很睿智的,啊,你问什么,他一般打什么,啊,有时候呢,想法不用太复杂,啊,比如说,你问这房子拍下来有钱赚吗?啊,他直接就想赚钱了,那么,啊,我们就看,一般呢,看子孙窑啊,看七侠窑啊,对吧,啊,如果子孙窑是发动的,就看子孙窑, 啊,七侠窑要发动,就看七侠窑,像这一块,啊,这里面呢,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,就是,七侠油金,啊,发动,变出子孙虚土回头生,那么,假设,这个代表,这个,啊,拍卖房的钱财的话,而且这个七侠油金呢,他是带路省的,很明显啊,啊,财带路,那么,基本上,这就代表,啊,七侠油金就代表,这个,呃,拍卖房的, 啊,这个,啊,这个获利空间了,啊,然后呢,七侠油金变出七侠,啊,这个,子孙虚土,而子孙虚土呢,我们看到带天玺,对吧,啊,然后呢,带猪雀,啊,那么,这些都符合拍卖的特征,啊,现在拍卖的,啊,法律拍卖房呢,都基本上都放在网上的,啊,比如说,啊,淘宝啊,京东啊,对吧,这些就是天玺的位置,啊,天玺的一个,所在来的,啊, 啊,人多热闹的地方叫天玺吧,那么,第二个,这个,这个,戏土,啊,肯定代表房子,啊,那么,然后呢,他带猪雀,啊,猪雀就拍卖了,对吧,啊,叫价的嘛,你叫一,啊,你叫一家,我叫一家,所以呢,这里面的子孙戏土,啊,其实呢,是, 准备要投入拍卖房的这个标的物,啊,为什么是带子孙窑呢,因为子孙,子孙是能生七财的,啊,所以呢,子孙土窑就代表他,想找,这个,能够获利的,这个,拍卖房,啊,那么,子孙是财的原神,啊,你找到,能获利的房子了,那么,他就顺利获利了,所以呢,七财,油金,他变出的子孙戏土,是作为财油金的一个原神来回头生的, 那么,子孙戏土,我们知道了,他代表指定的这个,这个,法拍房,对吧, 然后呢,如果想知道更细节的东西,那,比如说,啊,这个,啊,法拍房的另外一个侧面,我们可以通过猪雀,白虎的一个六神对位,再细化到,比如说,父母,银幕,带羊刃,是吧,啊,羊刃是神经,啊,然后带贵人,啊,贵人是银幕,啊,然后呢,这个父母, 银幕呢,带羊刃贵人,带白虎,也就是说,啊,这个房子为什么拿来拍卖,就是因为呢,他原先的,那个房东,被告了,是吧, 然后呢,被银行告了,啊,打官司了,所以呢,带白虎,然后呢,房子,让法院拍卖了,啊,所以呢,这里面的父母银幕呢,啊, 啊,代表了这个,他的原先的房东,是吧,啊,然后,碰到官司了,啊,杨刃加白虎,就是官司,啊,但这细节,啊,我们从定性,首先从动造来看定性,啊,定性这个器材, 能够回头生,是吧,就说明,这个房子,是有获利空间的,但是,获利空间是一回事,啊,关键,能不能,这个获利空间是你的, 这就重要了,啊,房子是有获利空间,啊,但是,你能抢到他吗,啊,啊,那么,所以呢,我们可以看到, 这个卦,如果是按照最初级的,用望是新的角度来看,对吧,毕竟器材发动,他没有直接生克,是要啊, 所以呢,他单独回头生,就说明,哎,他是能获利的,然后呢,用神忘了,是要怎么样啊,是要要新,对吧, 啊,然后看到四摇的兄弟五火,月令升经,修求,啊,日令的,这个, 害水,直接把五火给克掉,也就是说,他在日月是特别的衰败的,不叫特别衰败啊, 就是日月都,都对他不利的,啊,那么,就很明显了,四摇一点都不忘,啊, 那么,这个格局呢,其实可以套用望是新,啊,也就是说,这个房子有获利空间, 但是,可能跟这个摇华的四祖是没缘分,或者他不愿意介入,或不愿意去参与, 那话又说回来了,这个,你去很心仪的房子想去拍卖, 为什么跟你,是吧,最后你不愿意参与呢, 那肯定最后就是争择个别人的,对吧,啊,那么,敌恩是谁, 那么,法派房肯定有竞争对手, 然后呢,他看中了房子,呢, 成为了,呃,因为今天拍卖结束啊, 所以今天来来讲, 啊,他成为了近段时间那个城市的拍卖的一个热门的一个房子, 啊,很少房子呢,据他讲啊, 啊,居然, 有,看房的时候,居然超过了六七十人, 然后呢, 报名的, 差不多二十人, 也就是说报名拍卖差不多二十人, 就说明这个房子热度非常大, 很多人追, 啊, 那么, 现在第二个问题, 当然呢,我们说所有问题啊,都是看动照, 对吧,第一个动照出来了, 明洞,七才, 油精回头生, 啊, 然后呢, 变出蓄土回头生, 就说明有阔力空间, 然后呢, 油精变出蓄土是相害, 对吧, 蓄土跟油精的观世是相害, 跟相合者相冲叫相害, 是吧, 啊, 为什么生中带害, 是说明呢, 磨利空间是有, 但是呢, 应该不多, 所以带害, 那么, 带相害了, 啊, 破例空间不多, 这是一个细节, 然后呢, 我们看另外一个动照, 其实挂里面存在另外一个动照, 哪里呢, 就是第六摇位的兄弟四伙, 啊, 这个兄弟四伙被害日冲动, 然后在生日摇广, 然后四身相合, 刚好, 把这个兄弟四伙冲暗动, 那么一冲暗动, 它就出现了一个兄弟四伙来克这个七才油精, 如果你按照初级理论, 这连这个七才油精都是衰败的, 当然呢, 单单从油精来讲,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内外, 内动, 外动的一个, 是吧, 对比, 但是的话呢, 这其实不重要, 为什么呢, 因为最关键的, 你要知道兄弟四伙是什么关系, 是什么定位, 我们刚才讲了, 这房子很热度很大, 很多人去追, 那么四伙是兄弟五伙, 他为什么带兄弟, 我们知道兄弟代表花钱, 对吧, 那么你投钱进去拍这个房子, 我们说你只要是报名了, 你这个拍卖的这个保证金都要交吧, 是吧, 所以呢, 为什么挂里面兄弟十四, 就是因为他要交钱, 交钱报名, 要花钱的, 然后呢, 发动暗动的是兄弟四伙, 那么兄弟四伙跟随队五伙, 不是个人一个对比了吗, 对吧, 很明显一个对比了, 然后呢, 兄弟四伙, 他暗动, 他就能够跟七才油精产生互动关系, 也就是说缘分来讲吧, 兄弟四伙能获利的缘分, 比兄弟五伙的缘分更大, 为什么, 就是因为兄弟四伙他是暗动的, 而兄弟五伙是安静的, 假设两个都想去争这个七才油精的获利的红包的话, 那么最终的结果动动相连, 兄弟四伙是占优的, 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就讲, 说明了, 这个房子最后, 四伙是争不过他的竞争对手的, 竞争对手更加的主动, 或是能够较较较更狠, 也就是说这个获利空间的七才油精最终不是他的, 是他的竞争对手的, 所以造成了, 这个动动相连造成了赤火去跟七才油精产生关系, 而兄弟五伙只能是隔岸关火了, 跟他没关系, 当然这是一个自然趋势嘛, 我跟他说, 我说这个房子你可能争不过你的竞争对手, 他说我已经准备了很多钱了, 这个房子我是自在逼得, 我就跟他讲了, 我也以前也拍卖过把牌房, 我苏州那个房子就把派房派回来的, 我跟他说你是投资客, 如果碰上了一个自住客的话, 你投资客绝对争不过拿来自住的那些拍卖的, 为什么呢? 因为他能跟承受更高的价钱, 而你不能承受, 他可以拍到近似于这个二手价, 大不了我赚了一个中介费, 对吧? 而对于投资客来讲呢, 这个价位基本上你跟不上去, 这是第一个, 然后第二个呢, 他就问到, 如果我挣不过他的话, 能看到这个房子能拍到多少钱吗? 那么我说你得告诉我那个起拍价多少, 然后呢什么房子, 他说是属于应该是, 四线城市的房子, 按道理四线城市的房子, 应该没得不能去关注啊, 去追的啊, 但是事实刚好相反, 然后的话呢, 他说起拍价九十多万, 我说你九十多万的话呢, 因为我看到四伙呀, 看到兄弟四伙, 那么我就觉得假设邮金是代表零的话, 那么兄弟四伙代表六, 那么他起拍价已经差不多上百万了, 他不可能值得停在一百万, 对吧? 九十多万起拍嘛, 那么停在一百万可能是很小, 但是呢你说拍到, 他说我问他拍到多少钱, 他说他的心理最高的承受价位一百六十万, 九十多万起拍, 他能承受到一百六十万, 我觉得还是蛮可以的啊, 然后的话呢, 他还挣不过别人, 那么假设四伙代表六的话, 除了六之外, 他还有另外一个四伙十八, 那么我跟他说有可能会挣到一百八十万左右吧, 他说不可能吧, 一百八十万, 市价也就是一百九十万左右, 你挣到一百八十万, 没什么钱赚了, 那么, 我说有可能啊, 有可能而已啊, 那么你说反正你想挣赢他, 你就做好这个准备, 那么他也没有说什么, 不记得他不相信, 他不相信这房子能从九十多万挣到一百, 一百八十万, 翻到差不多一倍, 事实上的话呢, 现在拍卖房很火, 我前几年, 我去, 前两三年, 我到苏州拍卖了一套房子, 当时候呢, 房子还在低迷, 特别苏州的房子在低迷, 所以呢, 我能派到四甲, 现在啊, 如果你在珠江, 长江三藻州去拍房子, 除了南京是拍卖房限购的, 因为珠江三藻州呢, 基本上很难, 珠江三藻州呢, 基本上, 最值钱的几个城市, 全部都是拍卖房限购的, 拍卖房限购啊, 不是二手限购, 也就是说, 你拍卖房都要遵守这个, 这个, 限购的规则, 包括广州啊, 这个深圳啊, 珠海啊, 佛山啊, 东莞啊, 这些啊, 都是拍卖房限购的, 广东的话, 基本上就这五六个城市的房子最值钱, 而长江三藻州呢, 跟珠江三藻州是不一样的, 长江三藻州呢, 除了南京拍卖房限购, 其余的居然都不限购, 上海拍卖房居然都不限购的, 那么包括苏州, 杭州, 包括林波等等, 基本上都是不限购, 但是的话呢, 正是因为这个不限购, 而造成呢, 投资客蜂拥而至, 现在呢, 你只要是敢去拍长三角的, 这几个热门城市的房子, 基本上你拍到的价钱, 都是二手价的10%, 甚至更高, 也就是说, 二手价假设是买200万的房子, 你可能要拍同样的房子, 在淘宝去拍啊, 或者是京东去拍, 你得要220万, 甚至240万, 你才能把这房子拍下来, 相当于买房票了, 那么, 那么这些是题外话, 然后的话呢, 我跟他说了这些东西, 他可能不太相信, 他说四件房子, 四件城市的房子, 搞得那么高不可能吧, 尽管后来他告诉我, 确实很多人去看房, 他也去看了, 他说, 200多平方的房子, 挤满了七八十人, 很壮观, 那么, 好了, 到昨天开始拍卖, 今天算是完成了, 其实昨天之前呢, 他还摇了一挂, 摇了一挂, 问这个, 这个拍的趋势, 他看到那么多人看房子, 觉得心里面开始没底, 然后呢, 这一次他第二挂了, 那么第二挂的话呢, 其实是今天上午, 迎急摇的, 因为, 昨天拍是正常的, 结果今天还没到十点, 他打电话过来给我说, 老哥啊, 好像不大对劲了, 他说, 这个房子正常情况啊, 都是, 十点截止的话, 往往都是十点之后才, 发进的那些, 投资客, 但是呢, 这个居然, 离十点, 就是离十点还有大半个小时, 他居然已经飙到146万了, 那么, 我说你也没有追啊, 他说追过两手, 很快就给别人盖了, 那么, 那么我说你心理价位是160万吧, 是啊, 他说是啊, 他现在已经146万了, 他就问继续跟拍, 能拍到吗, 那么, 他就摇了一挂, 很紧急的摇了一挂, 怕铜钱再生啊, 那么, 然后呢, 摇出了挂是旭月的比生日, 就今天摇的, 三雷仪变出火雷势客, 三雷仪就相当于, 就是呢, 现在他正在拍嘛, 然后呢, 一大堆人都不认识的, 正在表面客套, 实际在在竞争, 那么, 挂里面呢, 其实这一挂就很清晰了, 它只有一个动罩, 不像上一挂那样, 两个动罩, 一个动罩, 但是这个动罩就很糟糕, 为什么呢, 它是七财十世, 变出观鬼油精, 是要化鬼, 而且呢, 这个鬼还是白狐鬼, 那么, 正常情况啊, 这是一个心态的信息, 尽管它是一个士华, 为什么, 因为它的应谣是父母止水待羊刃, 往往的话呢, 父母止水待羊刃基本上代表房子, 父母代表房子, 羊刃代表房子, 然后加起来代表房子, 然后呢还带朱雀, 朱雀就代表拍卖的房子, 所以呢, 这个其实是一个士卦来的, 然后呢, 七财去土在剋它, 然后呢, 七财成土也在剋它, 大家都争着去剋它, 就说明了这是, 大家拿着钱去砸这个房子, 对吧, 那么, 但是士卦为什么出现一个心态信息呢, 这个就是跟灯大火反复讲过的, 任何的士卦都会有可能, 同时显向出心态卦的信息, 怎么显向啊, 它既然是士卦, 那么你肯定是士卦的思维, 但是, 为什么, 它还是按可以按心态卦看, 就是呢, 这是有个关桥, 就是呢, 所有的士卦, 如果它整个卦题是士卦, 信息也是士卦, 深刻也是按士卦看的, 但是它为什么同时存在心态卦信息, 就是要士摇发动变出子孙, 或士摇发动变出关轨, 而这个士摇发动变出子孙或关轨, 就是这个人的心态表现, 只有在士摇发动, 别的不算, 所以呢, 像这一卦就是, 我还是按士卦看, 父母止水还是这个士卦的用神, 如果父母止水这个房子忘了, 那就说明, 这个房子就有机会的, 如果他衰败了, 就说明他是没机会的, 而父母止水他是乐客, 续乐客, 生日生, 总体贫向, 所以呢, 他是没机会的, 而更重要是动造, 动造四摇变鬼, 显示出这种心态, 这种担忧的心态, 就说明了最后结果是让他抱怨, 所以我展订节点跟他说, 你不用想了, 这房子你争不到, 因为他作为投资客的想法, 他的目的就是160万左右, 而呢, 七财去土的实施, 就是他已经带谋新的七财去土, 就是他认定的房子的价钱, 160万的定位, 而事实上的话, 变出的关鬼油经, 也就是说, 这个投钱的七财去土的定位, 其实是争不到的, 为什么, 因为他变鬼了嘛, 而鬼更多是什么相关呢, 关鬼油经跟这个七财成土相关, 也就是说, 真正拍到的房子的价钱, 应该是在七财成土的位置上, 然后呢, 七财成土的话, 他的数字是5, 那么再加12, 17, 那我跟他说, 这房子最起码拍到170万以上, 再加上上一次李瑶的180万, 估计就是170到180之间了, 毕竟李瑶第二挂, 第一挂的信息还是有用的, 这是他不敢反驳了, 因为还没真正开始竞争的时候, 往往呢, 拍卖房都是差不多10点到截止的, 最后5分钟才开始来进的, 然后呢, 每拍一次他就延长5分钟, 一直拍到延长大半个小时, 都很正常的事情, 那么, 这个房子呢, 后来到差不多11点, 他打电话给我, 他就说, 真的如你所说, 追不到了, 他已经很快就超过160万, 然后的话呢, 到了160多万, 他都超过自己心理预期了, 但是他都去争, 一直争到, 他说170万到180万, 是我说的, 他说我就争到170万, 就添加10万预算上去, 结果他真的追到170万, 就不敢再追了, 最后房子成交价, 刚好过180万, 180万不到, 180万加个零头, 那么总体说, 就是180万了, 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, 哎, 你这个乌鸦嘴, 你说多高, 他就有多高, 他就是180万成交, 所以呢, 这里的挂项, 他反映了, 那这个定性上的, 就是说最后, 赤窑变出白骨鬼, 那么说明, 最终他是抱怨收场的, 就说明争不到了, 对吧, 然后呢, 挂变四刻, 最后, 充充忙忙的跟我来聊这个事情, 谈这个事情, 那么这是这两挂的信息, 刚好今天结束, 所以呢, 新鲜了, 这两个挂是比较新鲜的, 直接跟大伙来分享了, 好, 我们看看下一个的挂项, 这一挂呢, 其实是, 我, 最近大半个月都在忙这个水晶症嘛, 这个不知道, 就是九星的宝石风水症的研究, 然后呢, 去转财, 我对水晶球呢, 确实可能有特别的一种, 一种吸引力, 我被他吸引, 不是他吸引我, 就是,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意思, 就是, 一看上去以后呢, 就很喜欢去转, 去看, 那么呢, 经过大半个月, 差不多一个月的学习, 基本上对水晶球这个领域的, 很多技术上的东西都领悟了, 但我也有摇晃, 毕竟呢, 我是一个刚入门的新手, 不知道很多, 甚至水晶球的真假, 是吧, 品质啊, 等级啊, 到底对不对啊, 然后的话呢, 我碰到了, 后来我买了一个, 几批的白水晶球, 这支无色水晶球, 但是呢, 我前提是真分货, 但是的话呢, 其中有三枚的水晶球, 因为你在买的时候呢, 都是这个档口去瞧瞧看看, 甩一甩, 那个档口去瞧瞧去甩一甩, 然后呢, 它同一批的水晶球呢, 可能是同一块原始出来的, 所以呢, 它的颜色基本上是一样的, 但是当你在不同地方拿回来之后, 就会发现, 同样是白水晶球, 为什么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不一样, 这个模样跟那个模样又不一样, 当然除了冰裂和那个正常的冰裂啊, 棉絮啊, 或是有一些的杂质啊, 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矿缺啊, 这一类啊, 正常情况啊, 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, 那么我就蛮奇怪的, 我说这三颗水晶球, 怎么跟其他水晶球颜色也不一样, 然后的话呢, 那个里面的一些构成好像, 它那个水晶球有些烟幕在里头, 感觉它是静态的, 不是动态的, 我感觉好像真的不大一样, 于是的话呢, 我就担心这东西是不是假的, 因为我从行家里面听说过, 叫做掺球进去的, 在一堆球里面掺一些, 比如说500块档次的球, 就掺一些300的, 800档次的球就掺一些500的, 这样掺球, 然后呢, 甚至真假来掺, 是吧, 就是拿, 比如说黄水晶球, 80%是真黄水晶球, 另外一些掺一些, 比如说冰州石啊, 掺一些其他的一些, 比较像的, 看上去, 比较像的一些其他, 略智的, 甚至假的水晶, 你不知道就飘回去了, 一批飘回去了, 所以呢, 我就担心这个问题, 毕竟呢, 我对这个没有, 没有过多的研究嘛, 是吧, 市场水那么深, 没一人帮我只能是起挂了, 我说这三颗白水晶球, 明显跟其他白水晶球有区别, 然后的话呢, 看上去又像烟又像木的, 会不会是假的, 那么我就问了一句话, 那挂像是旭月的新卯日, 挂像是三天大旭, 变出三丰谷, 三天大旭说明, 我是准备充分以后再去买的, 充分学习, 充分了解, 充分调研, 我是很喜欢学习的人, 特别对新鲜事物是特别喜欢学习的, 那么, 那么这一种很明显, 真真假假的挂像本质心态挂了另外, 是吧, 如果他是子孙, 旺的就可能是真的, 或者是观鬼衰败的, 是真的, 如果观鬼旺的, 子孙衰败的, 这就假的, 是吧, 这个是很简单的, 然后呢, 这挂像里面呢, 就动摇只有一个, 就是初摇的七材纸水, 变出兄弟仇土, 然后的话呢, 就看到了一个七材荧木磁士, 不是, 观鬼荧木磁士, 我们知道心态挂里面, 观鬼荧木磁士, 这个肯定是代表担心忧虑的, 然后呢, 为什么四摇带转五, 这就说明我自己确实有这个担心, 我确实担心它是假的, 是吧, 怀疑它是假的, 那么这种怀疑担心, 其实就是一种自己的, 个性想法, 或许呢, 因为我不知道, 水晶球的一些各种的种类, 那么知道太少了, 那么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假的, 所以出现一个代转五的, 观鬼荧木磁士, 那么说是主观认为是, 以为是假的也对, 主观以为是假的也对, 毕竟呢, 这个代转五代表自己的主观想法, 然后的话呢, 能够生观鬼的, 就是七材子水, 而这个七材子水, 它变出兄弟丑土, 直接回头客了, 虽然它也化半了, 但是的话呢, 它化半的同时也是回头客, 所以一般来说, 就是看回头客, 那么, 既然是回头客, 就说明, 它这是真的, 对吧, 因为这个鬼的原神回头客嘛, 不生鬼, 所以呢, 定性是真的, 只不过, 这种真的看下去, 真的很像是假的, 为什么, 因为这个七材子水, 它毕竟是相合的, 回头客同时相合, 所以呢, 它看上去, 好像是假的, 实际上, 它是一种真的水晶球, 真的白水晶球, 后来呢, 我专门拿这个球, 其中拿其中一个, 最大的, 我跑去那个, 检测中心去检测, 拿了一个最大的, 大约有6公分多, 差不多7公分的, 那么, 白水晶球, 就拿去那个检测中心, 结果它开证书是白水晶球, 就说明它是真的, 对吧, 就里面说有, 含有自然包体之类的, 然后我也后来也问过一些, 就是批发市场的一些行家, 他说, 是有这类水晶球的颜色的, 然后我问他多不多呀, 说不多, 10个里面可能有一两个吧, 一个左右吧, 他说不多, 但是的话呢, 因为他卖相不好, 基本上看到这类水晶球, 都快降低价格来, 我想我可能这个七材止水, 为什么变出兄弟丑土回头客, 就是因为, 他可能, 就是同样的水晶球, 假设他同样品质的, 那么卖800一档次, 那可能会因为这个颜色不好看, 他会降档次, 降到700600这样卖出去算, 在层色上, 他是属于800那档次,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一个, 七材止水, 他变回头客同时, 他又相合, 同时又带白虎, 白虎就是降低降次了, 低档度是白虎的, 高档度是青龙的, 或是朱雀的, 然后的话呢, 这个七材止水, 在初咬, 降低降次了, 这是后来呢, 我跟行家去了解的时候, 他是这样说的, 然后呢, 我拿这个比较大的白虎金球, 跟他说, 他说, 这个是真的, 肯定是真的, 你见地都会真的, 是吧, 你不可能是他嘴巴说的, 然后的话呢, 他说这个, 这个的话呢, 他按六百卖给你, 或是八百卖给你, 他是按照降档次来算的, 如果这样的, 这样的品项的话呢, 可能就不止这个降,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, 这样我明白了, 原来白虎在初遥是呛档次, 是低档的, 当作为低档水晶球卖了, 是这个意思, 但是我当时看呢,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, 我当时看这个卦, 我反而觉得这个里面有些文章, 为什么呢, 因为我看到这个七材止水, 可能看附体卦太多, 可能是看的那些什么, 沾附体的卦太多了, 不是附体卦, 沾附体的卦太多了, 老是想到那些什么暗物质啊, 这些通音啊, 那些鬼魂啊, 鬼怪那些东西, 结果这个像太像了, 为什么, 因为这个你看初遥的止水, 带桃花, 桃花柴, 带贵人, 桃花柴代表旅人, 要的话呢, 这个桃花柴代贵人, 肯定代表旅人, 那不用说了, 是吧, 要的话, 再加上这个, 这个, 七材止水, 还带白虎, 就说明可能就是, 我们就算当于, 类似于这些附体之类的, 是吧, 白虎是, 是代表这个阴气啊, 暗物质嘛, 那么它是人形的暗物质, 然后呢, 像个女人一样, 然后还是带谋心的, 那我想一想, 这东西, 这东西是不是, 有些特殊功能啊, 那么我反而会, 定性很容易看了, 我直接看到这是真的, 然后的话, 我在细敲另外一个层面, 细敲另外一个层面, 我看到这个七材止水, 带谋心来生事咬, 带白虎生事咬, 那么西方, 把水晶球看作是有魔力的, 叫魔力球, 包括古代的很多, 巫师啊, 甚至是女巫婆, 特别喜欢拿水晶球来赚的, 包括现在也是啊, 你到国外啊, 去找巫婆巫师, 他都是, 真的是摆着一个大的, 真的水晶球, 摸水晶球来跟你说话的, 那么这是不是法器呢, 就是巫婆, 这个七材止水, 带桃花, 带白虎就是巫婆, 然后巫婆的法器, 因为带谋心嘛, 他故意来用的嘛, 刻意来用的嘛, 那么, 他是不是有特别的通灵能力啊, 那么一查到这些水晶球巫婆这些, 我就上网去查呗, 就查这个, 这个巫婆, 水晶球, 那么第一实验查到什么呢, 就查到古代的, 那个, 那些, 跟巫婆相关的水晶球相关的那些话题, 然后呢, 大概知道了, 其实呢, 巫婆水晶球这个, 这个传说, 是传来自于欧洲, 特别是西欧, 不是东欧, 不是保加利亚那一边, 苏联那一边, 以前说, 你现在在俄罗斯, 就是在西欧那一边, 比如说, 英国啊, 法国啊, 德国啊, 意大利啊, 就是西欧那一边, 那么, 然后的话呢, 那一边, 说, 也产水晶球, 也产水晶, 不过大部分都是白水晶, 但是他们的水晶的成色, 并不是太纯正, 也就是说, 它比较像那个, 现在所说的茶经, 但是跟茶经也不是一样, 它也不是茶经, 它是白水晶, 但是呢, 比一般其他水晶, 没有那么透亮, 有点暗, 然后呢, 它那个水晶的成分, 造成它有些烟雾在里头, 所以我当时就想, 是不是古代那些, 巫婆巫师用的水晶球, 这是这类的水晶球, 倒是怀疑啊, 那么, 我了解这个情况以后, 我就摇了一挂, 我就问, 如果, 拿这类球, 会不会特别通灵, 因为水晶球嘛, 肯定是想越通灵越好, 越能通灵啊, 互动啊, 然后拿来许愿啊, 心想事成啊, 是吧, 这本身就是水晶球, 水晶镇的特, 的本色特征啊, 那么, 我就摇了一挂, 待会我看一看这一挂, 看看能够看出什么名堂, 那问题呢, 就是, 用这类的, 一世通灵的白水晶球许愿, 刚才为什么大家都说紫石啊, 是不是我摇挂的时候是紫石啊, 我没看啊, 我只把挂的, 把挂直接拿出来啊, 上一挂我摇挂的时候是紫石吗, 因为我习惯了, 所有的挂我都会保留的, 因为我保留有时候觉得, 没人讲课就讲课, 好了, 那么这一挂, 这一挂是十一点要的, 那么, 然后的话呢, 这一挂, 是问, 用这类一世通灵的白水晶球许愿, 会不会更灵些, 他的这个想法有点, 有点奇特啊,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想法, 那么就摇出了挂旭月的新卯日, 挂像是风三剑, 编出一个风雷翼, 这好像是真的啊, 起码说风三剑, 这个需要慢慢来, 而且呢, 我们看挂像里面呢, 是个三合局, 挂里面两个窑洞, 出窑的兄弟成土, 变出七材纸水, 三窑的子孙生金变出兄弟成土, 刚好构成一个三合局, 生子成三合纸水局, 那么, 这需要一个时间, 然后呢, 变挂是易挂, 就说明这是有益的, 对吧, 有好处的, 然后的话呢, 四窑是子孙生金, 然后跟这个, 构成了一个, 生子成三合纸水局, 而这个纸水局呢, 刚好也带谋星, 带桃花, 带白虎, 也就是说, 通灵通灵, 它肯定是, 搭通一些, 我们说平行空间的, 一些另外一个, 一个天线, 相当一个天线, 它如果把初遥的白虎, 带这个七材纸水, 带桃花, 带贵人, 带文昌, 这个信息, 而且带谋星, 这个七材纸水, 什么都带了, 是吧, 谋星, 桃花, 贵人, 文昌都带了, 文昌代表技术性, 桃花, 代表一个女性专用, 是吧, 带谋星是一个刻意性, 贵人, 是吧, 这个都是意图空间的信息, 带白虎, 那么初遥带白虎, 基本上是, 这个, 平行空间下面的信息, 那么, 它能搭上这个天线, 山河就跟四遥子孙, 圣经就搭造了铁性, 那么, 它就寄托在这个土遥, 毕竟水晶石, 水晶球就是石头来的, 它的材质就是水晶石, 所有水晶都是石头, 所以呢, 它就搭上这个尘土, 那尘土里面就藏着这个鸡材纸水, 然后呢, 跟四遥构成了一个山河, 所以呢, 答案就是, 确确实实, 这类不起眼的水晶球, 甚至在专业市场上, 看上去, 因为卖相不好, 所以呢, 一般人反而买, 不是按高价买的, 这是消低一些价钱卖掉的, 反而这类水晶球是, 我们可以作为叫做通灵球, 拿来许愿的, 当然你不是没事干, 整天去许愿了, 要许愿是认真正的许愿, 就像占卜一样, 其实占卜是一样的, 也是一种, 对吧, 我们叫做通灵许愿球, 那么这个需要慢慢的形成一体, 所以为什么出现见过, 也就是说它需要时间, 慢慢的让这个水晶球, 和下面的信息, 这个通灵信息和自身产生一个合体, 形成一个合体,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晶球, 能够更大程度的去欣赏世神,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, 我们也不能夸大的说, 至于说欣赏世神说, 会不会立竿见影见效, 还是需要长时间,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说唯一靠这个东西, 因为人生的运程, 它有很多元素, 原因因果而构成, 这构成是很复杂的, 就算我们是懂得命理的人, 你八字能够决定你一切吗, 八字只能是说明你一部分, 你的卦象能决定你一切吗, 卦象也只能说明你一部分, 大伙可能很少听说过, 卦有不告的, 所以我曾经跟有些同盟开讨他的时候, 有些卦你看不明白, 你就放着不管他, 以你的水平干不明白, 说不定以后水平就说能看明白呢, 说不定卦象根本不让你知道, 他说有这回事吗, 有啊, 不是说每一个卦都要告诉你的, 凭什么呀, 他说他不喜欢告诉你, 所以呢, 你只要看到看不懂的卦, 就算了, 对吧, 别硬头皮去钻, 你别说你们, 就算我有时候也会碰到看不懂的卦, 你要卦出来跟现状跟啥, 不对不上的,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, 那既然只能看错他, 你不想告诉我, 不想告诉我就算了, 对吧, 那是不能勉强吧, 所以呢, 任何的数数也好, 任何的命理也好, 任何的宗教信仰也好, 甚至任何的复法物件也好, 它只是包括了因果的一部分, 我们只需要知道, 比如水晶球, 现在真的是存在的一类叫做通灵球, 但是后来我专门去市场找, 很奇怪, 我当晚去找的时候找不到, 不找的时候, 傻傻的反而让我挑不到三个, 有一个很小的, 但是颜色是最独特的, 我就通过那个球, 就发现不对劲了, 然后另外两个是比较浅的, 但是的话呢, 那个大约有几厘米啊, 五厘米多的那个球, 现在配给了一位广西的同门, 那么我会告诉他, 这个是通灵许案球啊, 你别看他模样上, 这个回不溜球的啊, 但是这个球, 是比别的球可能跟你一样一些, 可能, 不能说绝对, 但是我专门去找这批球的时候, 整个批发市场居然找不到了, 我专门拿这个球去对比, 然后呢居然找不到, 找不到以后呢, 我就问老板, 这个球, 我说, 这个球是白水晶吗? 他看了一看, 他说是啊, 他说我虽然看不是啊, 我就装装不懂嘛, 我说好像不是吧, 他说是的, 我也偶尔进过这类货的, 往往的话呢, 都是降低价价钱买出去, 就算了, 那是真的, 他说我说现在还有没有啊, 他说翻一翻吧, 结果他翻了半天说, 没有了,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, 你得到某样东西, 或去找某样东西, 该理的, 你不找都是理的, 你不是理的, 你就去硬着头皮去找, 它就不出现, 所以这个是顺其自然的, 看图片看不出来的, 你看对比才能看出来, 而且呢, 对比的话呢, 这个, 如果看颜色对比, 很简单, 有光线对比就能看出来, 但是的话呢, 他有个内在对比, 他的内在对比就难了, 因为光线显不出来, 那种烟雾, 这次跟大伙同盟分享啊, 这个, 这个, 意外发现, 后来我也, 寻发信息了, 说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信息, 我希望以后, 能够刻意去找到一些, 然后呢, 看看领约同盟也是有缘分啊, 我们继续啊, 继续后面的, 会不会搞错了, 大概这一挂, 这一挂讲过没有啊, 担心阴气的, 这一挂好像讲过了是吧, 好像是不在, 不在六摇课里面讲啊, 这一挂讲过没有, 有没有印象啊, 没见过, 没有啊, 是吧, 这样跳出来了就讲呗, 今晚讲课没有打算讲这个, 这挂的是原先的那个, 香港的一个工厂的老板, 原先的工厂呢, 他是做灯具的, 一些LED灯的灯具的, 好像风水客的, 以前好几年前讲过这个, 这个案例, 然后呢, 最近呢, 因为后来呢, 他是自己买了一座山, 那个山是村里的, 然后呢, 山里面很多坟墓嘛, 然后呢, 他就, 就是通过这个, 这个把这个山品平掉了, 当然那坟墓也, 该做法事也做了, 然后的话呢, 这个该有主的也赔偿了, 这样牵走了, 这样之类的, 但是的话呢, 他原先那个山包, 是很多坟墓的, 那么, 那么所以有问题, 所以后来呢, 他开的厂呢, 他不敢大意, 他还是请我去看, 然后呢, 我就建议他, 这里应该怎么摆布, 那一摆布, 那风水客应该有这个, 几年前的话题, 三年前的, 然后呢, 最重要之第一个是, 在厂房的正中央, 述了一个很大的文书, 这个地藏王菩萨, 来把这个厂子中央给震住, 然后的话, 第二个的话呢, 就是他在阴气最重的地方, 在复一层里面搞饭堂, 搞了饭堂, 搞饭堂以后呢, 通过这个火器, 油烟的火器, 来震住这些阴气, 那么, 很奇怪, 居然的话呢, 布了这个风水之后, 他就开始做这个, 真正开始做这个厂了, 两三年之间, 居然是连连报复, 现在厂呢, 已经去开到深圳了, 然后的话呢, 原先他香港的各个公司, 是做别的工厂的, 后来也在香港里面, 搞了这个分公司, 专门做这个氛居厂, 今年的疫情呢, 本来很严重的, 但是他居然一点影响都没有, 那么呢, 他现在想在那个厂里面, 再做一些大动作, 他就, 他就, 就请我去看, 请我来看, 他现在很相信, 非常相信我, 因为他是, 他明白的就是, 两三年的这种, 那么好景, 他都知道是怎么来的, 这话讲过吧, 好像是吧, 综合课讲过对吧, 综合课讲过, 对, 那么, 六摇课没讲过, 六摇课讲一讲, 那么后来呢, 就综合课毕竟是针对, 三项全门, 这个三项多报的同盟来讲, 所以六摇的同盟, 应该是没听过, 那么, 我在去之前呢, 我就问这个老板的工厂, 还有什么大的问题呢, 其实主要是担心这个阴气, 就是, 就是震不住, 事实上的话呢, 怎么讲呢, 总体上是没问题的, 为什么他挂象呢, 出现一个主挂出现无望, 我看挂象啊, 是魏悦的以害日, 挂象是天雷无望, 说明现在是没啥大问题, 但是呢, 也有些隐忧在这里, 毕竟呢, 我是提防他出问题, 所以呢, 我正会出现一个子孙无火词词, 其实我是想主要是关心他的阴气, 那么, 其实你最重要看的就看他适应, 适应代表事情本身,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子孙无火词词呢, 就是因为这个, 我是带着一种提防, 一种防范的这个定位去的, 而这个子孙无火呢, 就是防范的这个药, 我是作为一个就是, 这个药的定位, 那么防谁呢, 就是防这个应谣的父母止水, 所以呢, 子孙无火是直接跟父母止水对冲的, 而父母止水应谣呢, 在初咬, 带青龙, 带水, 那么听过中和课的同盟就知道, 他的兵器主要是跟水相关, 因为他整个工厂, 他都是由一条河来围绕着他的, 一条河冲, 而他的音器最重的就是北面的河冲, 后来在北面的河冲的位置, 就傅一城搞了饭堂, 而父母止水刚好就是河冲, 北面的河冲, 因为止水对北面嘛, 然后青龙是弯弯曲曲代表河流, 就代表, 刚好是代表河冲, 而四咬子孙无火呢, 就是我针对这个河冲的音器, 做了一个对应性的一个防范,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是没什么改变的, 而且的话, 子孙无火带月令, 魏月是很旺的, 尽管有亥水克这个无火, 但是总体还是旺的, 因为魏月和无火是高级旺向, 总体上一个高级旺向, 一个是低级的, 一般层次的相克, 所以总体这个子孙无火还是有效, 而这个父母止水虽然有亥水浮旺他, 但是魏月还是在克他, 两个都是一般程度的层次, 所以他是平向, 也就是说目前的状态, 这个风水的平易作用, 对阴气的平易作用, 还是非常见效, 子孙还是旺的, 子孙无火还是旺的, 而父母止水还是不旺, 但现在出现一个问题,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七财成土, 七财成土呢, 其实呢, 是我在中央, 因为中央没土嘛, 我在中央里面, 我在中央里面, 布了一个文殊菩萨, 那不是那个地藏王菩萨, 那么这个地藏王菩萨的中央土, 就在中央的位置, 他就可以克掉这个父母止水, 当然这克也是半和了, 不是说完全来硬的, 他还有半和性质, 就是相当于半压半安抚的样子, 这就是神佛的好处, 他可以感化阴气嘛, 那么不会说像某些像中夔啊, 是吧, 我前几天帮一位同门, 在好像是浙江那边同门, 他那个老板, 他老板的话呢, 他的那个公司的大门, 就挂了一张中央箱, 然后呢, 那个同门去看, 他就把相片派给我, 我就说为什么你在那个大门会拍, 挂个中央箱, 中央箱很凶的, 除非你确认这个地方真的有妖魔鬼怪, 那么你去挂他, 不然的话, 他什么阴的东西, 他都当个挡住的, 但是的话呢, 阴的东西也不是传播最坏的, 每个人身上都有六钉六甲, 叫护法神嘛, 那么都会有这些吧, 然后的话呢, 甚至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自己的祖先的那些, 那些阴魂, 那祖先阴魂其实呢, 他是为了保护后代的, 为了保护后代, 而经常跟着他, 比如说, 他的外婆, 是吧, 一个人的外婆, 在生的时候非常之, 非常之喜欢这个人, 然后的话呢, 外婆去世了, 他很可能会跟在这个人身边, 就是保护他的, 这个其实也算是附体, 但是他是家人的附体, 没有伤害性的, 一般的有特异功能的, 或者是通阴的人, 开天眼的人都能看到, 但是这些, 这一些他毕竟还是属于异类的, 是吧, 我们说平行空间的异类, 他碰到中回向的话, 他不管了, 直接把他挡住了, 所以基本上中回向不能乱摆, 他这个是以前中回向, 是道家的专门刷鬼的, 叫雷震法去灭鬼的, 把那个鬼拍的魂飞泼散那一种的, 那么其实呢, 我们说为什么说神佛的效应, 对于这个我们说一些, 另外一些空间的一些, 灵魂也好啊, 这个英灵也好啊, 他起码起到小安抚作用嘛, 像这个和客一样, 但是呢, 我可以看到就是呢, 这里的七材尘土, 他变出父母害水, 这里面就不好了, 而且是他这个是带日令的, 带日令无非就有两种情况, 一种是指导信息, 一种是指导信息, 一种呢, 就是现状信息, 是吧, 所以呢, 七材尘土变出父母害水, 或者是指导信息, 指导你说, 就说现在大的问题, 大的英气震住了, 七材尘土震住了, 但是七材尘土本身, 又有另外一个一气渗出来, 因为尘土是水库, 水库渗出水, 也就是说, 水库漏水, 那么水库漏水, 也就是说呢, 有漏网之鱼啊, 有一些漏网之鱼, 那么这些漏网之鱼的话, 就是在日令上, 那么如果从那个纳鱼来讲, 比如说鱼害, 甲子鱼害海中金嘛, 那么就说明了就是, 整个大海里面金子一样, 淋淋散散的, 露一些运气出来, 但是这些的话呢, 它对整体没什么伤害性, 假设它现在存在, 它可能是说明这里面的这个厂里面的, 还是有点运气, 但是的话呢, 没有一个关键的伤害性, 所以为什么这个害水, 还在日令上磕这个四摇的五火, 那么挂遍铜仁,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话呢, 也是一般性的问题, 不算是大问题, 突出性的问题, 那么后来呢, 我去到那厂房里面, 其实呢, 跟什么相关呢? 跟他的这个老板这些情况, 比较相关, 因为呢, 我当时去定位风水的时候呢, 告诉他, 这个地方某个地方, 那几个树千万不要砍, 一定要留着, 然后告诉他这样, 那个北面一定要做饭堂, 那现在突然之间, 有很多想法, 然后呢, 大部分的想法, 都是颠覆过以前的, 我想的这个东西, 是吧, 是有问题的, 是吧, 比如说, 这个北面, 我说用饭堂, 搞饭堂的油烟器, 来盖住这个仪器, 他居然想着, 把这个饭堂, 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, 理由就是说, 这个地方拿来做车间, 更有使用率, 然后的话呢, 另外一个地方做饭堂, 可能更大一些, 这员工更方便一些, 根本不是考虑风水的问题, 然后问我的意见, 我说最好不要动, 然后呢, 然后的话呢, 他又去, 比如说那个, 在西面, 有几棵树, 很大的树木, 都是原先村里面的, 后来盖了厂房之后, 变成厂房里面的, 我说那个地方自己的命根, 为什么, 他就是那个, 那个叫做什么, 叫做, 你这样子忘记了, 就是在西面的生经的位置, 这是假生的意思吧, 假生应该是, 他日住是假生, 然后就是他的, 关心是假生, 不是日住, 关心是假生, 然后呢, 在生的位置应该是有假木, 刚好在生的位置, 他刚好是有几棵大树, 就是刚好应该是假木, 就行了一个假生象, 这假生象就是他关心, 是保障他事业的, 我当时第一次看风水, 就特别指出来, 这个位置千万别动, 他现在居然想把那三棵树给刨掉, 刨掉了, 你又说房子不够用了, 要在山北盖大楼, 那么我后来好奇怪, 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这些, 颠覆自己的自己做死的想法, 后来一看, 原来今年他刚好转三棺运, 原先他这里没有正关了, 再走三棺就是三棺见关了, 所以我就跟他说, 你别乱动了, 我说你一动的话, 你倒到你整个生意, 都天翻地覆的时候, 我不负责任, 他今天就怕了, 后来他盖了房子, 就挪到旁边去, 但是还想动那三棵树, 我说你别动了千万, 你要动的话可以, 他说要盖地基, 盖地基, 这三棵树挡着地基嘛, 他说他要搞地下室, 那么我说你动可以动, 但是你得动完之后, 把这三棵树重新再种回来, 所以人当他转到不同的运气的时候, 他就有不同的想法, 为什么这个七财成土变出父母害水, 这害水代表他这凌鸣心心渗出来的阴气, 而这个阴气的话呢, 可能他会从哪里做文章, 他会从这个兄弟荧幕, 二窑的兄弟荧幕来做文章, 而兄弟荧幕大阳刃就代表大树, 而这个兄弟荧幕是孙世姚子孙的, 那么这些阴气, 他就会干扰这些老板的想法呀, 干扰那些决策人的想法, 让他向老板提建议, 又把这个最重要的关心的风水的位置给抛掉, 刚好老板就碰到张冠运, 所以这个真不好搞, 因为每个人的运气啊, 当一个人走坏运气的时候, 特别大运了, 他的很多想法, 主观想法都是错的, 当一个人走好运气的时候, 他自己的主观想法都是对的, 大部分的不是绝对的, 特别重要的想法, 重要事情的想法, 这话本来不打算讲的, 这样刨出来就顺便讲一讲, 所以后来的话呢, 我去到那里的话呢, 我知道这里可能跟运气一些相关的, 因为人一弱, 他这个运气专攻弱者, 谁的死运弱, 他就专门去沾谁, 是肯定这样的, 运气就是沾一些死运弱的人, 我今天准备讲那个, 那个后来有没有准备, 我都忘记了, 好像没准备吗, 也不对吧, 怎么找不到这个课件呢, 我看看这个, 这个是, 这个是也是, 也是最近的同门们的, 这个同门的话是做网络计算机的, 做网络公司的, 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吧, 一个公司负责人, 然后的话呢, 他请了一位, 原先请了一个程序员, 那么姓杨的, 那么请了这个程序员之后呢, 他可能觉得不太满意, 他又聘了另外一个, 刚好今天摇挂的时候, 他这个姓施的一个程序员来应聘, 他试过之后呢, 觉得就是比较犹豫, 他就觉得这两个选哪个好了, 还是用这个应聘的, 这个新的姓施的程序员好了, 还是继续聘这个姓杨的程序员好了, 他自己搞不好, 自己搞不了这个答案, 没办法选择, 于是他就摇挂, 那么游越的宜丑日, 就摇出了一个风择中府, 变出一个天雷无望, 那么其实这是二转一, 但是的话呢, 其实二转一也好啊, 他可能会有第三个答案也做不定的, 做不定这两个都不好呢, 对吧, 然后的话呢, 我有些感冒啊, 不是新冠啊, 那么所以呢, 鼻子有些C, 声音就有点懵懵声的, 就是不大顺畅, 所以的画像呢, 它是很睿智的, 它会告诉你的问题本身, 同时也会告诉你问题相关, 但是前提, 你得对这个六摇的各个套路比较熟悉, 像这一卦, 这一卦里面呢, 他问的是, 我现在是要这个姓施的程序员好, 还是继续用这个姓阳的程序员好, 而卦象出现一个风择中府, 在主卦, 那说明什么呢, 就说明他现在还在坚持用这个姓阳的程序员, 对吧, 尽管他是有缺点, 中府嘛, 就是坚持嘛, 正尽管他有缺点, 那么他还是坚持用它, 而挂遍六冲, 那么挂遍六冲是一个无望, 如果它是一个心态的定位的话呢, 那么这个无望就代表放心, 没什么大问题, 其实的话呢, 怎么讲呢, 用这个姓施的程序员也没什么大问题, 估计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挂遍六冲吧, 关键是在定位, 那么挂里面其实有两个动摇, 一个就是二摇的关鬼卯木变出关鬼银木, 第二个就是第四摇位的兄弟位土变出父母无火, 那么他当时呢, 他就把这个兄弟位土变出父母无火, 看作是姓阳的程序员,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这样定位的, 然后呢, 把这个应谣的父母似火, 看作是这个姓施的, 不是应该是怎么说呢, 我都有点忘了, 应该是, 应该他定位, 他问的问题我都忘记了, 但是我一看挂, 我的定位就不是他那个定位的, 这位同学也没有听课, 有听课讲一讲你的思路, 因为我对错误的思路, 我基本上不大计, 反正他搞混了, 搞混呢, 就是把那个父母无火是看作不是姓施的, 父母是火看作姓阳的, 是这样的, 我也不知道是凭什么理由, 但是的话, 我第一时间我一看挂, 基本上我答疑问题, 我首先看挂, 然后我自己我主观判断, 然后再看这个弟子的问题, 所以呢, 我不会受弟子的问题本身所带节奏的, 那么我自己一看挂, 我定位是这样的, 因为你毕竟还是问信师的嘛, 当天这个信师的来, 那么你肯定是针对这个信师的程序员, 能不能胜任来问这个问题的, 所以呢, 他应咬肯定是代表他指定的这个, 所问的程序员, 那么他问什么呀, 他没有信师这个应聘, 他就没有信阳的问题了, 所以呢, 他肯定是这个应谣, 是父母是火, 是代表信师的, 而且这个父母是火带贵人, 对吧, 从这个角度上看, 这个父母是火信师的, 他是可以胜任的, 为什么, 因为他起码在生肆药, 尽管他不动啊, 他还是生肆药的角色来的, 说明了没什么大问题, 对吧, 所以划辩六冲, 无望没什么大问题, 你可以用他, 如果非要二转一的话, 我宁愿拿信师的换信阳的, 为什么这样说, 因为我知道, 挂里面信阳的是什么定位, 但我会说, 挂里面信阳的是哪个位置啊, 能不能知道, 五窑, 五窑里之套也没用, 羊是带墓是没错的, 还是, 还是框子说的对哦, 这个不愧是首席啊, 又要达以首席啊, 确实是有功力的, 我第一时间我就觉得这个, 信阳的这个, 程序员就是挂里面的, 关给卯木便关给荧幕, 为什么是这样定位呢, 因为他属墓嘛, 然后朱雀就是信啊, 朱雀就是信啊, 然后的话呢, 朱雀墓就是信阳呢, 为什么我不把父母无火看作是信阳的, 如果我把父母无火看作信阳的, 这个关给卯木, 关给荧幕是怎么回事, 是吧, 那肯定是代表另外一个信息来的, 现在能对比的, 其实呢, 有部分同盟之前讲, 就是呢, 其实已经知道一部分了, 为什么, 因为有些同盟把五窑的父母嗜火, 看作是信阳的, 这个其实对了一半了, 为什么, 只不过, 因为是父母嗜火, 和父母这个应窑的父母嗜火, 它是构认对比的, 然后呢, 这个五窑的父母嗜火, 跟这个月令的尤金, 跟日令的丑土, 刚好固成三合, 就说明它长期的存在的, 长期就是用这个人了, 这个父母嗜火了, 对吧, 只不过它是通过, 这个父母嗜火的另外一面, 白虎朱雀的另外一面, 来体现出它的弊端出来, 其实用信阳的弊端, 它是主要是告诉你, 用信阳这个人的弊端, 所以出现一个白, 这个官鬼的这个卯木, 来嗑这个四瑶兄弟位吐, 好在这个嗑的是半合, 亥卯位是半三合, 所以位吐跟卯木是半合, 半合所以嗑中待合, 也就是说对自己不利, 但是呢还可以承受, 所以为什么是中伏啊, 就是因为他虽然有这样不满意, 他还是能忍受或能承受, 是半合了, 但最终呢, 还是不利的定性嘛, 毕竟呢这个官鬼还是克斯瑶的嘛, 然后官鬼克斯瑶, 官鬼带这个银木扬刃就代表工作了, 官鬼代表工作, 工作上会虽然失误, 然后呢, 假设这个官鬼卯木代表信阳的话呢, 他怕退到最后的话呢, 他自己不走, 那么也会让他走, 所以他待不长的, 确实后来呢, 他没有选择这个信师的, 还是继续用这个信仰的, 结果呢过了失误期, 连那个主管他的部门领导都向他建议说, 换人吧, 他的这个工作能力确实不行啊, 真的没办法跟得上公司的要求啊, 于是呢, 就把他辞退了, 这个刚好硬的这个官鬼卯木, 把退, 为什么他现在没退啊, 就是因为他跃破, 出了跃他才退了, 失语期一过, 就把他退掉了, 那么这里的四谣变出官父母无火是什么, 这个父母无火其实是, 也不是信仰的, 也不是信师的, 他是符合他要求的另外一些程序员, 他必须是他去找, 四谣变出的谣都要自己主动去找, 但是他是一个未来信息, 那肯定不是一个现状信息, 所以为什么我宁愿把五谣的父母是火, 看作信仰的, 然后对位到他的这个官鬼卯木, 官鬼荧幕那里, 看出他的那种对立性的负面的一面, 对吧, 也不会把这个变谣的父母无火看作是信仰的, 因为这个父母无火是世主自己去找回来的, 他现在信仰的, 正在公司里面干活了, 找谁去, 用不着这个世主亲自去找, 他已经在了, 所以父母四谣母谣更加, 跟这个日月三合更符合他这个信仰的特征, 而这个应谣的父母四谣, 是指定的这个行事员, 为什么不把变谣的父母无火看作是指定的程式员呢, 因为这个四谣未土变出父母无火, 变出这个父母无火, 它是动而化合, 我们叫动半, 三半这是其中一个解释, 还有另外一个细节, 凡是出现半的, 无论是月半也好, 日半也好, 动摇, 动摇跟月令相合, 动摇跟日令相合, 动摇跟辩摇相合, 甚至动摇跟动摇相合都可以看作一个现状, 什么现状还没发生, 这个是进阶之时啊, 不是那个入门之时里面的商办的, 不是的, 不是一回事, 所以现在呢, 我们学会一些很多的现状对轨信息, 包括了哪些是现在发生的, 哪些过去发生的, 哪些正在发生的, 过去发生月令啊, 是吧, 那月令就过去发生了吗, 那日令就是过去到现在一直发生吗, 或是现在正在发生吗, 或是暗动了, 是吧, 是现在发生的, 现在还没发生的是什么呢, 寻空啊, 月破啊, 日破啊, 还有, 动摇, 动摇跟日令和, 动摇跟月令和, 动摇跟辩摇和, 这个就是动摇跟辩摇和, 所以他这个找, 找到自己满意的, 对自己有利的程序员, 还没有成为现实, 他是未来的信息, 所以他既不是信仰的, 也不是信师的, 他代表以后他找到的, 合适他们公司的程序员, 所以最好的, 居然不是他们两个之一, 最好的现在还没出现, 挂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, 来回应问题的, 好,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一挂, 这一挂, 这一挂是关于, 应该两天前的, 昨天的事, 也不是两天, 昨天的事, 昨天是, 是前两天, 有一个朋友, 介绍一个客户过来, 他就说, 这个客户怎么回事呢, 他去买房子, 看住一个房子, 非常喜欢, 也要的话呢, 准备成交的时候, 准备要签协议成交了, 突然这个业主才告诉他, 这房子啊, 他的丈夫在这里跳楼死, 这算怎么回事啊, 是吧, 其实呢, 我们说啊, 这不是意外啊, 这其实是套路来的, 为什么呢, 这肯定是经过专业人士教过他的, 因为呢, 在房地产的法律里面, 有个凶宅的概念, 不是说我们风水上的凶宅啊, 是房地产法律里面定义的凶宅,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在居住期间, 出现过非正常死亡的, 那么, 他就符合这个凶宅的定义了, 然后呢, 你要卖出去的话, 你一定要告诉下家, 如果你故意隐瞒的话, 以后这个, 这个下家的这个, 这个买家, 以后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以后呢, 他要去告去法院索赔, 基本上这个, 对方是输定的, 因为呢, 你是明知凶宅而不告, 你别说是二手的交易, 就算你把拍房, 拍卖房, 出现这种情况都要公告的, 你不公告就故意隐瞒, 故意隐瞒的话, 那么, 就会效承担法律责任, 当然是民事责任, 不是行事, 是赔偿责任之类的, 损失赔偿责任之类的, 所以这是法律概念, 那么, 不是说, 我很好心, 我告诉你, 这里非正常死亡的人的, 而是, 你要是告诉别人说, 这里有人跳过楼, 有人上过调的, 有人突然非正常死亡的, 这个谁都会买家, 谁都会吓怕, 对吧, 你就算是拍卖房的, 这个拍卖价的一下子都高不起来了, 都要低一些了, 对吧, 你更别说是二手买卖的, 自由定价的, 一听说凶宅啊, 这个卖都卖不出去了, 所以呢, 那么, 对于如果业主本身, 他又想卖房子的话, 然后呢, 估计专业人是会教他说, 你先不要告诉他, 你先要告诉他了, 你给地方压价, 对吧, 就算卖了, 也给对方压了不少价, 然后的话呢, 更别说别人把别人吓跑, 中介也喜欢赚中介费, 所以他会教给他一些方法, 好了, 等差不多签约的时候, 就是定金也交了, 啥也说了, 什么都说了, 就差这句话没说, 差不多要签字的时候, 突然说出来, 我不是不告诉你, 我现在告诉你的, 然后的话, 你要是他定的话, 有可能你这个定金收不回的, 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, 他是利用了对方不了解这个信息的,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, 这个定金肯定要无偿返还的, 如果不买的话, 不是我被约, 是你没有如实告诉我, 如果你硬要把我命迹没收的话, 我去搞案告你, 你肯定要赔双倍的, 对吧, 所以这里面的就是, 其实是有些套路的, 当然我也知道这些东西, 毕竟呢, 我对房地产是蛮熟的, 那么, 我就, 首先我就跟他讲, 是吧, 第一个就是, 就是从法律上概念的凶宅, 你要明白,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, 第一个你可以退订, 是无常退订的, 那么第二个, 假设你很喜欢要, 你可以压价, 现在已经签订了那个协议的价, 是合以无效的, 为什么, 你这个前提你不存在, 他在没告诉你凶宅的前提下, 你已定的这个成交价, 其实是不成立的, 你可以完全推翻, 甚至我可以不买, 把定金退给我, 哪怕是写的, 不是那个颜值盘的定义, 是一个宝盖台湾定, 也一样能退回来, 因为你没有如实的反应, 你的房子的真实状况, 所以呢, 如果你真的很想买, 从市场上来说, 你是可以压价的, 当然, 这是我们说法律上的凶宅定义, 和市场上恶手价, 市场价对于凶宅定义, 而我们管的, 我跟你说, 就是说这个房子, 风水好不好, 然后的话呢, 再看看这个, 假设这个风水不好, 对你有没有影响, 我只管这两方面的事情, 所以一点一点, 跟他说清楚, 然后的话呢, 我就跟他讲, 如果房子是风水好的, 基本上, 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, 反正你出现这样的事情, 你说风水好, 那是说不过去的, 就好像说, 这个, 这个天打台风, 然后的话呢, 下了, 盘陀大雨, 那么下雨之后, 是很多地方积水啊, 坑洼对吧, 如果你这个地方风水好, 哪怕你是在低洼的地方, 也不会积水, 如果你风水不好, 哪怕你不是低洼的地方, 也会积水, 所以呢, 有时候呢, 风水好, 风水不好, 其实看现实就知道, 用不着去拔个罗盘, 故作神秘的去, 是吧, 这里车, 那里车, 就像马路一样, 有没有发现, 有些高速公路, 他一出车祸, 他就成为高发率, 就老在那地方出车祸, 你说他有什么特别, 他也没什么特别, 他就是老出车祸, 也要的话呢, 有些地方他永远不会出车祸, 这句风水呢, 说实话就是, 对吧, 所以呢,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, 这个宅里有跳楼, 这个风水肯定不好, 不是说, 就是说, 肯定不是说好风水那一类, 不是说特别不好, 肯定不是好风水那一类, 毕竟呢, 风水呢,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的, 然后的话呢, 住宅里面其实有阳面阴面, 写字楼也有阳面阴面, 往往的话, 出问题的地方都是出现在阴面的位置, 无论是写字楼, 还是风水, 还是住宅楼, 都是出现在阴面的位置, 所以往往会通过一两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, 能够判定这个房子哪一面是阳面, 哪一面是阴面, 因为往往房子都有一梯两户, 甚至左梯右梯, 对吧, 那么上楼梯的左面, 上楼梯的右面, 对吧, 那么这些都会分为分两面, 很奇怪的, 他只要定义了阳面阴面的话, 阳面那一面永远是好事多坏事少的, 阴面那一面的话呢, 都是坏事多好事少, 而这个阴面呢, 他不是说只某一户, 比如说13楼的这一户, 14楼一户, 而是整一栋楼的这一户, 这一户型都是这样的, 这就是共性, 那么当然这是供风水知识了, 学风水同盟知道, 这些不要再展开讲, 一讲的话呢, 这个东西没完没了, 那么我们回到这一挂, 那么他就问我说, 这房子风水有问题吗, 我说不用看, 我就要不起挂, 我也知道这里风水好不了, 那里去, 就刚才我想的内容, 我说只要出错这个问题了, 这个基本上不是好风水的地方, 至于说对你有没有影响, 摇过挂, 于是他摇了这个要挂出来, 这个买房成交, 这个知道凶宅啊什么, 问这个买入对自己有没有妨碍, 挂像是旭月的已未日, 然后挂像是哲雷水一个禁挂, 挂里面没有洞灶, 连暗洞都没有, 其实呢, 出现一个水挂就知道不好了, 水就代表什么, 你自己失去主动船, 如果你问这个风水挂出现谁挂, 这个挂肯定不是好风水, 因为好风水不会出现水挂的, 反正一出现水挂, 这就是禁挂, 因为禁挂代表现状, 也代表趋势的吧, 一出现禁挂的话, 绝对就是不是好风水, 因为谁代表被动, 是吧, 哪里好风水会被动的, 没办法随波熟流, 对吧, 所以呢, 我们说, 从这个谁挂, 我就说验证了我的专业上的说法, 出过这类的突然的这种事情, 你说风水好, 肯定好不知道哪里去, 至于说对你有没有影响, 看挂像, 然后挂里面的子孙瑶, 是不见在挂里面的, 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, 然后的话呢, 他是在被父母害水给盖着, 而这个父母害水呢, 是带羊刃, 那么带羊刃的往往代表, 在风水里代表结构, 就是比如说你的水窑是代表流动性, 那么流动性呢, 比如说楼梯的结构, 电梯的结构, 人行通道的结构, 这些就是带水的羊刃, 就是各种通道的结构, 那么各种通道的结构, 那么这种结构呢,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羊面阴面了, 而造成呢, 他这个地方可能也没什么好风水, 可能真的是他所在的库形这个位置, 刚好是属于这栋楼椅的阴面了, 而鬼摇刚好就显出来了, 鬼摇刚好写出来, 而鬼摇的话呢, 在日月才是很旺的, 就说明呢, 而且这个鬼是白虎鬼, 白虎鬼带天衣, 那么这个是估计是这个, 假设白虎代表死亡的话, 那么只能对应到这个人跳楼, 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跳楼, 估计是跟天衣相关, 跟这个摘杀相关, 短期的病, 短期的影响, 病的短期影响, 那么的话呢, 我们说金木相关了, 所以的话, 我怀疑这个人是抑郁症, 一种比较重症的抑郁症, 所以就是跳楼自杀了, 那么这个代表这个气场, 这个我们说, 这一种的不好的气场, 那么对入住者, 这个四摇有没有影响呢, 有没有相关呢, 肯定有影响, 因为四摇刚好是尘土, 尘土跟尤金刚好相关的, 相合的, 只不过四摇七财尘土是寻空的, 越破的, 为什么又寻空又越破, 因为他还没住进去嘛, 房子还没迁, 还不是他的, 那么他一旦住进去, 他一坐实以后, 这个观鬼尤金就缠着他, 这种气场, 我们说就是白虎病气, 白虎金瑶的病气就会缠着他, 而这个白虎金瑶的病气的话呢, 那么他本身自己也带构成, 构成代表一个集结物, 也可以代表肿瘤, 而观鬼金瑶带白虎也可以代表肿瘤, 因为金瑶就是代表集结物, 代表肿瘤, 那么白虎鬼的肿瘤就不是开玩笑, 有可能就是一种癌症的病气, 所以这个病气就会缠着他, 因为四摇的话呢, 四摇尘土的话呢, 他越破, 被虚越破, 即使未日他是服他的话, 他也是衰败, 衰败的瑶被观鬼这个, 病气隐患给缠着, 是吧, 驱和, 那么我们说旺的话, 你驱和还好了, 你一衰败, 就像当我之前讲课讲过的, 这些阴气的啥的东西啊, 就是病气, 阴气也好, 病气也好, 哪怕是这些, 我们说平行空间的一些阴气也好, 他是最喜欢残弱的人, 那么他一弱, 他肯定是没有好事, 所以呢, 从这里就可以定性了, 就是说这个房子他不能卖, 千万不要卖, 一买的话他一住进去, 这个气场可能不好, 气场又要跟着他, 毕竟这个房子的气场还在的, 对吧, 所以呢, 这个还不是说法律上的凶宅, 二手的凶宅的概念, 而是真正正正是风水上的凶宅了, 对他而言, 所以呢, 我的建议, 这个房子你不要买了, 然后为什么, 硬摇是代表什么的, 硬摇七材味土, 带酸乳, 为什么带七材, 而四摇带勾成的是七材, 其实呢, 这个硬摇七材味土代表了卖家, 而四摇七材成土代表他自己买家, 卖家套现了嘛, 他要套钱了, 他希望, 为什么带酸乳, 他是主观希望, 或是心里面藏着一些小心思, 想把房子卖高, 所以这七材味土带酸乳吧, 然后味土是成土的净审, 七材味土是七材成土的净审, 所以他是想获得更多的钱, 把房子的价钱卖更高一些, 所以他故意隐瞒到了差不多签约才跟你想, 这些的话呢, 如果一不注意就是坑, 你觉得没问题吧, 对吧, 你不相信这个, 有可能有些人说, 我不相信这个, 算了, 反正价钱都定了, 就签吧, 其实很少人了解, 凶宅的概念不单只是风水, 还存在在法律上的概念, 房地产法律的, 民事这个法律的概念, 还存在至于恶手架的概念, 所以呢, 你一看到是凶宅的, 刚好你碰到这个人不在乎的, 我也不相信这些, 这个奇迷古怪的东西啊, 不相信的无神论者, 第二个, 我很喜欢这个房子, 然后觉得这小问题, 那么就会糊里糊涂的签掉了, 第三个, 我根本不了解, 原来房地产的法律还存在凶宅这个概念, 那么就觉得, 哎呀这个无所谓了是吧, 他一签掉就好了, 签掉以后呢, 他这房子就是不按凶宅卖了是吧, 他那么, 他这个凶宅定位的那个差价, 他就可以捞回来了, 然后的话呢, 至于说, 你买了这个凶宅的房子, 再转给下家的时候, 需不需要也把这个说出来,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,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房地产法律专家, 这个要得问房地产法律, 专家, 这个东西会不会洗白的, 对吧, 上一手他肯定是当事人, 当事者了, 是肯定是凶宅无依的, 然后呢, 他转给下一手之后, 下一手再转给下一手, 这个凶宅会不会洗白啊, 这个就不知道了, 如果他不洗白的话, 那么到下一手, 他还得要声明说, 之前买过的房子, 这个上手业主跟我说这个事情, 如果他是可以洗白, 那么我可以不说, 不说我也不用负乏责任, 这个东西要问律师了, 对吧, 不要问我了, 但是我们只管, 我们分类的就是这个房子风水怎么样啊, 这房子的不好的气场, 会不会对自己有影响啊, 你看挂项就会回答你, 很清晰的回答你, 所以呢, 学术有专攻啊, 连一个就是凶宅的概念啊, 都分好几块蛋糕, 一个法律概念的蛋糕, 这是律师吃的, 一块就是市场操作蛋糕, 这是给中介吃的, 一块就是这个风水上, 或是这个凶宅对自己利弊的这个蛋糕, 这是给我们吃的, 好, 我们看看最后一挂时间差不多, 尽快讲, 最后一挂是啥呢, 我准备了, 但是一下子又忘记了, 这个还是我买水晶球的, 那么这一挂, 最后一挂, 那么这一挂的话呢, 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介绍过吗, 最近一个月时间, 虽然我学习, 我是很积极的, 特别对好奇的事物, 我是很积极学习, 我也很好学, 我相信我一个月学到东西, 相当于别人学习一连, 但是呢, 我毕竟呢, 对这个东西呢, 还是刚刚入门, 还有很多一些, 一些, 里面的水啊, 有多深呢, 我们都还没躺过, 不知道里面真的有水多深, 后来呢, 我是十月初的时候, 胜放假, 我就入手了几个黄水晶球, 那么刚刚入手买, 但呢, 毕竟的话呢, 这个深守啊, 所以任何深守, 不管你炒股票也好, 不管你投资房产也好, 不管你投资艺术品也好, 还是像这个投资房, 这个水晶球买卖, 这个也好, 当你第一次入手的时候呢, 其实呢, 你准备交学费了, 因为你没试过, 你就不知道里面的坑, 你试过了, 知道坑了, 总结经验了, 躲开这个坑了, 那么你就会慢慢就会成熟, 这是每个人必经知道, 所以一开始我们买的不多, 现在不怕金周石了, 框子, 现在我对宾州市已经研究很深了, 我专门买了, 上次不是跟你一块去逛批发信赏, 我专门买了那个顶级的宾州石, 一般宾州石才几十块一公斤, 那是很容易看的, 我专门买了一些是, 是已经很比较透的, 比较像黄水晶的, 然后拿来冒充黄水晶是很容易以假乱争的, 我专门买了十几二十个, 不为别的, 当然有时候会合适的会帮一些同盟配一配, 那是作为一个衬托的配, 但是230块一公斤, 我都买了几十个来来做研究, 当然这个不贵, 那么基本上一个嘛, 一个的成本价也就是三十块左右, 对吧, 那么有几百块, 拿来做研究对比, 那么, 现在的关键是在于呢, 真货, 真假, 当时是不知道的, 当时第一次买黄水晶球的时候, 还真的很忐忑, 但是的话呢, 我基本上确认那是肯定是真的天然水晶球, 但是为什么后来回来又摇挂呢, 为什么又没有自信呢, 就是因为我在不断学习嘛, 白天去逛水晶城去学习, 跟棒主在聊天啊, 在买东西, 你光顾着跟他聊不买他的东西, 是吧, 鬼才才你呢, 对吧, 你主要做生意, 你肯定要买点东西吧, 对吧, 那么所以呢, 这个就是要交学费的, 然后当我买回来的话, 我一开始觉得我很保险, 我这个买的黄色的黄水晶球肯定是天然的, 但是的话呢, 回来找到了在网上学习, 因为晚上也在网上搜各种的贴子来学习的吧, 然后呢, 就在一个, 在知乎的论坛里面, 就看到一个很专业的文章, 这个人呢, 号称是, 是进入了这个行二十多年了, 什么真真假假都知道, 然后呢, 当然呢, 他因为他知道行内的东西太多了, 他也不敢明说, 他怕坏了行内规矩, 但是呢, 他会隐晦的说, 然后呢, 比如说他发一个贴子, 说这些图片类的啊, 就是有些是作假的, 有些是添加的, 有些是人工的类似这样, 然后呢, 他就说到了一个黄水晶球, 他就说啊, 这个其实也是加热的货, 哎, 我就说, 因为我知道加热的水晶球, 他起码有人工的这个痕迹在里头, 不是天然的矿石是黄色的, 对吧, 那么后来呢, 也在不同地方也学习到, 特别是黄水晶球是水最深的, 之前我也曾经讲过黄水晶球, 因为黄水晶球好贵, 除了发金, 绿幽灵, 绿幽灵到时候我也需要学习一下, 只不过绿幽灵我看上去的话呢, 不敢做, 为什么, 就是他那个球啊, 怎么看都觉得是假的, 也可能是我自己觉得绿幽灵这种东西, 是吧, 而且他的款式也不好看, 发金是好看, 但是呢, 我现在正在研究发金作假, 或是什么之类的, 那发金也很贵啊, 一颗4到5厘米的发金都要2000块左右, 做高端的球是很好的, 特别做, 比如说, 做一些跟财新相关的, 跟食神相关的, 跟生意相关的这些, 是非常好的, 金元素是非常好的, 但是呢, 他很贵, 那么你肯定要知道他增加, 除了发金之外, 玉幽灵之外, 就轮到黄水晶球是贵的了, 但那黄水晶球呢, 里面有一个叫黄水晶珠, 珠和球的概念不一样, 珠的话, 就是2厘米以下的, 1厘米啊, 0点几厘米的, 叫珠子, 那么3厘米以上叫球, 那么其实呢, 我之前在刚刚学习的时候, 很多的专家都提起这个黄水晶球, 其实说的也不到位啊, 但是他说到一点, 就是说呢, 他说真正的巴西黄水晶球, 是最顶级的, 真正的巴西黄水晶, 是存矿量很少很少的, 然后的话呢, 这类的水晶, 一开始就是说, 没有5厘米以上的球, 后来就变成4厘米, 后来就变成3厘米, 后来有用说法就是说呢, 基本上市场上是没有2厘米以上的, 真正巴西黄水晶的球, 因为你就要做水晶球的话, 耗材很高的, 因为矿很少, 所以他不舍得来磨水晶球, 宁愿来来做水晶珠啊,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品, 所以他说是小类的食品, 也就是说, 我们现在知道的概念, 真正的巴西黄水晶球, 市场上根本没有, 有的话可能贵的不得了, 那么,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, 还有那么多的黄水晶球, 还是天然的呢, 这是怎么回事的, 后来我去了解, 就发现了, 宾州球是最容易冒天阳黄水晶的, 因为宾州球的颜色, 刚好是橙黄色, 而橙黄色正是巴西天阳黄水晶球的颜色, 所以在网上淘宝, 很多的匠片都是拿宾州球来冒充巴西黄水晶球, 但事实上, 哪有那么大个球啊, 是吧, 还那么便宜, 像足球那样, 球才上千块来, 有可能, 是吧, 一个小的珠子, 两三厘米的黄水晶球就不得了, 所以呢, 这个肯定不是真正黄水晶球, 但是呢, 它是, 它是可以, 它是可以冒充的, 但那这事指的是, 神是骗一些小白的, 对吧, 对于一些刚入门的人都骗不了, 那么, 那第二步了, 就是宾州时冒充不了, 那么就会拿什么呢, 就是拿低档的, 比如说, 拿非洲的白水晶球, 来热化, 变成黄水晶球, 那种黄, 是类似于柠檬的黄, 不是香槟的黄, 是柠檬的黄, 那么这种黄水晶球呢, 它的便宜, 它是买便宜的, 市场上买的, 我现在要见多的, 都是两三百块一公斤, 那么, 三百来块一公斤的也有, 品相比较好的, 品相最好的也要去到六七百一公斤, 都有, 但是呢, 它是通过非洲的白水晶, 来热化的, 那么这一种热化, 基本上是人工的, 后来的话呢, 现在我买了一种, 我认为是真正的, 天然巴西黄水晶球的, 那一种, 其实也叫物理热化球,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, 后来看到那个人的文章, 后来看那个人的文章, 看到之后, 觉得他, 他说这个这种球也叫热化吗, 后来再去查, 原来, 原来确实是, 就是说我们现在买的, 我现在买的那种水晶球, 也是物理热化的, 物理热化跟化学重组不一样, 化学重组的水晶球, 那个就叫做, 叫做什么, 就是, 叫什么核来的, 人工结合球, 叫熔断球, 人工合成的水晶球, 那是化学合成, 那肯定是人造的, 对吧, 甚至玻璃和水晶混在一块, 甚至纯玻璃的也有, 那么, 但是的话呢, 热化它并不是化学, 它是物理, 得说把你的杯子给热化, 它的杯子自然, 这个石头会改变颜色, 那么它里面的分子结构是不改变的, 然后的话呢, 这个, 这个的话呢, 就是我以为, 这不是人工球吗, 也不是, 为什么呢, 后来我找到了一篇, 很难找到一篇文章, 它介绍了整一个, 这个, 这一种的香槟的, 这种黄水晶球的, 这个, 这个过程, 就是呢, 它确实有原框, 是这种颜色的, 也就是说, 这种是巴西的白水晶, 在某一个地段, 专门, 这个白水晶是很硬的, 然后的话呢, 因为它做到当地的, 比如说有温船啊, 地底的, 有些热流啊, 甚至一些火山了, 那么造成它天然的加热, 然后呢, 它就天然变成黄色, 那么这类大家出矿的时候, 出矿的时候就是黄色, 所以呢, 它是真正的天然黄水晶球, 但是, 这类的, 自阳加热的, 自阳形成的, 这个黄水晶的矿, 量不大, 它根本应付不了, 全世界的市场, 于是呢, 有不少的商家, 就直接的挖那个, 这一地段的白水晶, 就是巴西这一地段的白水晶, 拿回去自己热化, 热化之后, 它效果是一样的, 它还是黄水晶的原石, 只不过它是挖了白水晶的原石, 去热化, 经过人工, 然后来满足整个全世界的市场, 所以呢, 它说这一类的黄水晶球, 不是所有水晶都能热化, 它用特定的, 巴西的那个地方的水晶, 才能热化, 所以呢, 你买回来白水晶, 那个价钱就贵了, 第二个, 你热化过程中, 人工的热化和天然的热化又不一样, 它要掌握那个火候, 就像烧火烧饭一样, 然后掌握了火候之后, 你烧出来的饭很香, 就说明你热化成功了, 这个球很漂亮, 你要卖高价, 你这个石头很漂亮, 就可以可以磨到漂亮的黄水晶, 如果你起的石头不漂亮, 那么你就失败了, 而且成本很高, 所以为什么说, 这个黄水晶球, 这一种的黄水晶球, 批发价, 我没见过低于1500以下, 最差最差的总是1500, 我现在买了几个2000, 那么2600了就更贵了, 2800还更贵, 所以它们都在高端的位置上, 而这一类的话呢, 最关键是在于, 国家检测中心, 对这类的水晶球的检测的认可, 为什么呢, 因为的话呢, 就关键是在于, 你也没法通过技术来鉴定, 我是人工的热化, 还是天然的热化, 是吧, 这个是没有技术能力去鉴定的, 所以只能说是, 我只要是查过物理结构, 是天然包体, 就当它是天然水晶球了, 那么这些其实呢, 我今晚讲的内容啊, 大伙别当听故事, 这东西啊, 你在外边你说不定啊, 你十年你都听不到这样的东西, 的知识, 我是基本上天天很晚睡, 晚上就在网上到处到处收资料, 找功课, 白天就去找那些水晶城的老板, 去聊天, 去买货, 去交学费, 其中有个老板, 一个比较学旧型的, 他要去懂很多东西, 然后的话我就跟他聊, 他就, 他这说法跟我, 我看到的贴纸说法是一样的, 他就说这东西是热化的, 那个东西是热化的, 但是只不过你没办法确认, 他这个是, 谁知道那个换源时是自然热化的, 还是人工热化的, 但是这类黄水晶球呢, 基本上确认是真的,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铺垫了, 做铺垫之后呢, 其实我是想, 因为当时我进这货, 我就不放心了, 因为我看了个贴纸吧, 我说我买的水晶球是热化的吗, 是不是人工的对吧, 那么我就问, 我昨天入手的黄水晶球, 到底是真还是假的, 然后呢, 当事是怎么样的, 品质是怎么样的, 当事是怎么样, 比如说我买的是2000元的货, 他会不会给1500元的货给我, 这是当次, 那么同一当次里有不同品质, 其实你会挑的话, 你水平高的, 你就知道你是挑什么水晶球, 是吧, 毕竟在同一当次里面, 也有好也有坏的, 比如说他挑到异象球, 挑到纯净球, 挑到彩虹球, 又纯净的球, 是吧, 挑到没有瑕疵的球, 那么, 或是挑到, 连续多少少, 这就是你的能力水平了, 所以呢, 这是品质, 这些我都想知道, 但是的话呢, 我不可能有那么多师傅吧, 对吧, 这个我去摇一罐问一问, 虽然问了多一些, 那么, 我希望能看懂, 确实我是能看懂啊, 所以我尽量解释给大伙听, 那么, 这是尤月的任务日摇的卦, 卦象水泽节, 变出一个水雷尊, 那么, 卦象呢, 其实的卦里面呢, 只有一个摇动, 如果暗动的话, 就两个摇, 那么一个摇动的话呢, 就一个明动的摇, 就是子孙卯木变出子孙, 毕竟的话呢, 我们看到啊, 这一挂的话呢, 其实我是有心态挂定位来的, 是吧, 我不放心吧, 而并不是四挂定位, 所以呢, 这里的子孙卯木变出子孙银木, 并不是划退, 而叫划纵, 细节叫划纵, 子孙层面是发动, 那么子孙银木变卯木发动, 它的方向是什么呀, 来生四摇七材四火, 然后四摇七材四火, 为什么带蚕木, 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想法, 我自己的主观定位, 对吧, 然后呢, 我为什么七材十四啊, 我怀疑啊, 这个七材是鬼的原神, 我怀疑这东西, 这个不放心吧, 怀疑了, 对吧, 但是呢, 很明显, 子孙发动, 就说明, 这没问题, 那么, 没问题的是, 哪方面没问题呢, 是水晶球是真是假, 还是当次没问题, 品质没问题, 这个要知道, 对吧, 然后的话呢, 子孙卯木变子孙银木, 在生四摇的四火, 也就是说, 没问题的同时, 它还对我有好处, 然后呢, 挂便尊挂, 这个一开始的主挂是水泽节, 这个我好理解啊, 是吧, 我都是缩手缩脚的去干的嘛, 我不开始, 一开始大手大脚, 我老板给我来五万块是吧, 我傻的没好, 在交学费的时候, 我肯定慢慢来了, 交一点点钱就算了, 对吧, 然后的话呢, 所以我是节省的开支, 有节制的去买球, 有节制的去开销, 那么挂便尊, 两个子孙在生我, 然后挂便尊, 他要我囤扩, 尊就是代表囤积, 他告诉我, 这个不错啊, 可以囤扩啊, 那么所以呢, 但是呢就是定性可能是好的, 为什么越破啊, 这个子孙卯木为什么越破, 就是因为它还没发生啊, 这就说回一个事情, 我不是买了球了吗, 买了球这个子孙卯木, 为什么还是越破的, 其实呢, 这个民动的子孙卯木和子孙荧木, 它是告诉我, 以后要囤货, 要囤哪些货, 是最好的, 这个是告诉我, 这些对我有利的囤货的方式, 而这一次买的球并不在这里, 也就是说, 子孙卯木和子孙荧木并不是来回答我, 这个黄嘴金球真假当次品质的, 我当时肯定没囤货了, 我是刚刚买来试一首吧, 对吧, 那么哪一个信息告诉我这些的呢, 其实是六摇的兄弟子水, 暗动那个, 第六摇位的兄弟子水被五日冲动, 在游越生子水的时段里面暗动, 日冲对吧, 他就暗动了, 那么兄弟子水暗动, 他来干嘛的, 他其实呢, 其中层面是来生子孙的, 因为如果这个球是不对劲的, 首先定性是真正这样, 首先我为什么要摇这一框, 关键我最关键的问题, 是我看到网上的贴子, 说这是加热球, 把我吓一跳, 那么这是最关心的, 水晶球的真假, 然后的话呢, 第二个了解, 顺当了解, 他我买的这个档次怎么样, 我买的品质怎么样, 对吧, 这是第二个, 第二层需要了解的, 所以挂箱的动作, 首先要回答第一层面, 兄弟子水一动, 他肯定会生子孙, 就说明没问题, 七才生鬼, 兄弟生子孙, 兄弟是子孙的原神, 七才是鬼的原神, 所以七才十四, 带转乳是我怀疑有问题, 实际上, 是我买的这批球是兄弟子孙, 然后十生子孙的, 说明这批球, 是真的天阳黄水晶球, 当然这个概念呢, 就是说市场上公认的天阳黄水晶球, 但是这概念从严格的检测的概念来说, 确实是里面是有些说不清的地方, 毕竟全世界供应量那么大, 比巴西的自然加热的黄水晶球矿, 毕竟很有限, 那么肯定免不了有大部分是加热, 人工加热, 但是不管怎么样, 国家承认, 国家承认是吧, 他也, 我们相信国家的那种检测, 他国家承认这个是天然黄水晶球, 我说是国家承认的天然黄水晶球, 确实是这样, 然后的话呢, 那么这第一个, 第二个档次, 档次还得看这个暗洞的兄弟之水, 那么这个暗洞的兄弟之水在第六摇位, 就说明他是属于比较好的档次, 对吧, 然后带阳刃还比较专业的档次, 不是带路神的, 如果这个时候带路神就说明, 这个档次是不是专业的, 带阳刃就是好档, 专业档次, 我们所说所谓的收藏级, 事实上你要是, 你要是说是稍过三厘米的黄水晶球, 基本上我现在收的这种黄水晶球, 就是收藏级的, 就是收藏级的, 它是基本上是在黄水晶球里面的最顶级的, 因为那个真正的巴西逞黄那种水晶球呢, 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, 连三厘米的球都很少, 是吧, 你别说动不动就四五厘米, 六七厘米, 甚至十几厘米, 开玩笑, 那么这是第一个,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关于档次, 档次的话第一个在六摇, 就说明这比较好的档次, 第二个带阳刃比较专业档次, 好第三个品质, 品质就不太好了, 那品质的话呢带白虎, 我们刚才讲了什么, 带朱雀的是好品质, 带青龙的是好品质, 带白虎的就不太好品质了, 就说明了这个就是自己水平问题, 就说我自己这鸡掏的球, 真假没问题, 档次没问题, 品质有问题, 这个就完全跟自己水平相关, 确实呢, 我忽视了球的瑕疵性, 是吧, 瑕疵包括你表面的瑕疵, 你内在的瑕疵, 观感的瑕疵, 然后的话呢, 还包括这个一些, 一些就是哪样才是价值高的球, 是吧, 哪样才是价值低的球, 同一批里面也有这样的嘛, 这个就是技术问题, 所以为什么呢, 我说真正能够给到我指导的, 告诉我要囤记的球, 不是这个兄弟子水, 因为兄弟子水的话呢, 如果匹害这个子孙卯木啊, 他还在客室咬呢, 就说明你这一次是当交学费的, 因为在课里嘛, 虽然你档次挑对的, 真假是对的, 但是你的品质, 你的挑球的那个经验太少了, 品质不行, 后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品质上面, 那么当然呢, 学费要交, 是吧, 那么那个球肯定是各种各样的球都有, 那么好了, 那么子孙卯木和子孙仪木, 它是代表各类的, 比如说子孙仪木带文昌, 就说明你要挑一些技术专业认定的好球, 技术专业他也有规定哪些球是好球, 哪些是占预更高, 然后呢, 同时你还要了解子孙卯木带桃花带贵人的, 这个, 带桃花就是说呢, 我们所需要的, 比如说异象球啊, 景色球啊, 对吧, 那么这类的球, 好不好看呢, 其实我当时我第一批的球啊, 我真的只在乎有没有彩虹啊, 没有关注它整体好不好看, 但是它告诉你, 你彩虹要看, 是吧, 但是你那个整体的观感也得看, 然后呢, 然后的话呢, 这个要注意, 第二个的话呢, 文昌是吧, 你要懂一些专业的, 这个品质鉴定的一些知识, 然后的话呢, 贵人就是你, 贵人的需要, 比如说, 生肖球, 是吧, 找到一些老鼠, 老鼠鼠的同盟, 找到, 一个J的字母, 前两天刚刚找到一个J的字母, 我差点给了另外一个同盟, 后来我以为他, 他那个姓名是带J的, 后来说不是, 我说我不给你的, 我浪费了, 真的是很清晰的一个J日, 一点一J, 小写的J日, 比如说姓姜的, 或是姓名里面, 有C开头的那个拼音的, 最对应的, 而且这个黄色水晶球比较大的, 很纯正的那种球, 那么这一类的球, 如果你能长期囤积这个球, 对你有非常好处, 所以子孙卯木, 变子孙尼木, 你所要关注, 带桃花的球, 带文昌的球, 然后的话呢, 带路神的球, 有好的寓意的, 那么好寓意的球, 带贵人的球, 能够符合个人性格的球, 符合专业特征的好球, 那么就慢慢的存积起来, 那么就对有好处了,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, 告诉你, 所以看挂的话呢, 你得知道这个挂项的每一个窑, 代表它什么时空的信息, 它什么定性信息, 你要知道, 但是呢, 你细化你也知道, 这个球, 不是这个球, 这个挂, 我们都说惯了, 这个我去水晶城的时间太多了,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, 一开口就老板这个球怎么穿, 这挂怎么算呢, 这个挂就是, 它告诉你哪些定性的, 然后哪些细节的, 那么它都会一层一层的告诉你, 好, 那么今天晚上的讲课就到这里, 那么谢谢各位, 好, 各位晚安, 之前是里面的看起来, 晚上, 还是这里起来, 你们ığın等价钱能が静点性的, 然后当地 grupo勇竟集成本的 92个白果, 寻ADE mismo, 那么现在这个写真、 并等待攻城 Luê, 感谢观看